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香港時間的下午,中大校董會發表了一個新聞稿 就說接納了段崇智校長,中文大學校長 就辭職,明年2025年1月就卸任,換句說話來說 她的任期就做了今年就拜拜了 那麼這個消息對我來說就沒有什麼大的意外 也都沒有什麼大的驚訝 不過我就用回我以前在香港電台的寫過一篇文章 就說說這一天終於來了 她的辭職,我自己看得到一定是會發生的 原因是很簡單的 這個就是反映到中共式的鬥爭 是何其殘酷 一定要不達目的,勢不罷休 整個過去一年的時間裏面 對於中文大學,對於段崇智 對於中大條例的修改 其實都是衝著段崇智而來的 她不辭職,她不拜拜 是不會停下來的 不過她辭職,她拜拜 中文大學的管治 受到外界插手下去 全面管治,由特區政府全面干預 這個也是不會停下來的 段崇智的辭職 只不過是一個剛剛的開始 我們看看段崇智的說法 她的辭職的說法就是什麼呢 她的新聞稿就是這樣說的 段崇智說 按照修訂後的大學條例 中大落實新的管治架構 我認為此時是要讓大學 自己的比例 換句說話來說 你校長就完全是受制於校外的人士 哪裏還有校長自校、教授自校 哪裏還有學術自主、學術自由 這件事呢 如果你是段崇智 你會不會走呢 我自己看整件事呢 就是有些我覺得是自我羞辱的 如果不是一早就連上一次 他自己任滿了 不續約 做了任期就拜拜的話 對他來說可能會更加好過一些 整件事我一直這樣數回頭 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段崇智是心知肚明的 無論是中大修例 無論是副校長吳樹培 是他的親信 突然之間 被校董會說要解僱 連離職前休假等等 不做這件事 補錢給你馬上走 也對一個大學的高層來說 是極度侮辱的能事 用 中共鬥爭的方法 中國大陸也是的 我要動你一個頭 首先的做法就是 剪旗羽翼 逐個逐個剪 五樹培被炒 其實對於段崇智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還是用一個這麼羞辱的方法 要炒這個五樹培 其實都給段崇智一個非常清楚的訊號 就是說 你好走了 你不走呢 分分鐘就好像五樹培那樣 這個就是第一 再數遠一點 大家記得 在中大 這個廉署 去年八月的時候 突然之間發了一個新聞稿 說要調查 中文大學心血管基因組 醫學中心事業貪污 這個中心的負責人就是 段崇智的太太 羅文雅 是一起被調查的 這個呢 這個做法 是極不尋常的 因為廉署 因為廉署一直都是調查案件的時候 就是 密密實實的 未有任何案情的進展 還未落案起訴 未找到足夠的證據 是不會公佈任何的消息的 這次是廉署成立以來 1974年成立以來 第一次 去向外界法國新聞稿 說他在做什麼 不過 證據未搜集完 也未落案 因為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廉署保密密實實 為什麼 以往是絕對不會公佈 調查案件的 消息呢 就是因為 怕你毀滅證據 因為調查要很長的時間 現在要公佈了 但是 案件還未落案起訴 什麼都未做 這也是 共產黨的 鬥爭的方法 動你身邊的人 剛才說 剪除語役 不說明是 一個個案 那時候 調查段崇智的太太 即是你身邊的人 都動了 喂 埋到新的了 你不走 可能會 有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出現 是不是 好了 跟著 由這個 就是 三個 中大校董的立法會議員提出 修改這個中文大學條例 剛才說了 改組校董會 將外面的人 塞進去裡面 比中大自己更加多 對於 田崇智來說 這也是一個非常清楚的訊息 我在這裡分析過不止一次 如果特區政府 不是授意 或者不會 覺得這件事是不對的 早已經是 渴止了 要修改這個大學條例 不單止沒有渴止 因為根據基本法 要由 議員做一個私人的 法案 是難約登天的 因為又不會影響管治 又不會影響公帑 要由特首批准 全部都開了綠燈 最後還被他通過了 不是特區政府在背後 受益的 誰會 做得成功呢 是極度難的 OK 整件事為何要動 要動段崇智呢 你看得到 六八九 是大旗手 要動段崇智 其實是 一件事 說 段崇智在 2019年的時候 站在學生那邊 OK 說他 做校長的時候 不夠強硬 從學生會面 被學生投訴有警暴 甚至有 有身體的傷害 甚至有很多其他精神 性的傷害等等 段崇智發出公開信 就說 要求政府 就學生反映 遭警方濫用暴力 作囑 追究和調查 亦譴責警方這個行為 這個信一出 整個建制派 蛤 難怪中文大學 是暴大了 你段崇智竟然說了這些 四個警察會 譴責段崇智言論失實 六八九 不停地追擊他 說他入錯行 是不是要 追究 學生破壞 香港的責任 這班暴徒 然後 他也是跟 一些 中文大學的 老師 一起出現在 二號橋 和這個警方談判 不過 大家記得 因為 在那個期間 警方發射催淚彈 他就 非常狼狽地離開 就是因為這件事 令到建制派覺得 段崇智 非下台不可 因為你不單止是站在學生那邊 還發個信 去譴責警方 我記得六八九在他Facebook裡面 不知道說了一次 你有沒有出來道歉 你這樣去失實 指控警方 你是不是應該出來道歉 亦都說了很多 他的 獎金等等 是不是要追究 要廉署調查 這樣 做了很多這些追擊的事 段崇智自己 他想 站穩他中文大學的位置 他亦都做了很多將功贖罪的事 絕口不提在2019年發生什麼事 當然他沒有出來道歉 不過 他的姿態上面 已經是全面跪下的 在姿態上面 做了什麼呢 我很記得 有一次的星期禮 找了中聯辦 保安局 警務署長 走去 發表一些 在星期禮之前的言論 中大怎樣要為祖國貢獻 這些那樣 全面跪下的 然後 鄧炳強 保安局局長 大家知道他是中大崇基社工系畢業 他是中大校友 親自見到鄧炳強 親自邀請他入中大 在崇基做這個州會 還在學校的海脈裏 出這幅相 講對談的過程等等 田崇智 是很想繼續 做中大的校長 所以他要做很多的姿態 全面跪下 我錯了 我當年站在學生那邊 他雖然沒有說出口 我錯了 我現在 中文大學不是報大 中文大學是一個 100%的愛國 愛港的大學 我段崇智已經帶頭起這個作用 在中大 除了搞星期禮 還有搞星期隊 這些 我覺得完全是 180度的一個轉變 做了有沒有用 他自己以為有用 因為他覺得 你外面的人追擊我 你看我後台很硬 這個完全也是 中共鬥爭的方式 你有你的後台 我都有我的後台 你找立法會員來搞我 我就 中聯辦背後 中聯辦的人當然會去 不是因為你段崇智 是為中文大學 巴不得進去 警察又進去 保安局又進去 中聯辦又進去 是不是 但是不是等於 段崇智這個所謂 將功贖罪的行為 假決了 真的贖到他的罪 沒有 不停地追擊他 最後 他知道 他知道 大勢已去了 他做了那麼多事都沒有用 因為那個條例草案過了之後 中大 再不是 由 教授管治 校長管治的 中文大學 是 由特首 很全面管治的 中文大學 然後 在他 落鴨死 段崇智 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吳樹培 炒賣吳樹培 他都知道大勢已去了 非拜拜不可 我說在 幾年前 他 續約 在上一屆的 中大合同會 中大合同會的 主席 在任的時候 通過 續約三年 他那時候說 續約三年的時候 就是說 貢獻香港 國家 和全球社會 卷制派 卷制派 就說 喂 你要趁住 你們自己人還在 是不是 那你就趕快讓你續約 不會放過你 怎麼可以這樣做 一直追擊到底 我說如果 那一次不續約 段崇智做到任門 拜拜 他就能夠全身而退 那個明星不會那麼差 不會那麼壞 大家現在 在這裡吃花生而已 中大很多人都在這裡吃花生而已 校友也在這裡吃花生而已 你校友也是 但是 這個 中大校友會的評議會 本來如果有校友會 去撐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的管治 有學生會 去撐中文大學的管治 其實 可能不會那麼難堪 起碼 有人聲援你段崇智 有人聲援中文大學 學生會沒有了 段崇智因為要將功贖罪 於是 將學生會 選了出來的 有內閣 又說他這樣 又說他那樣 又說他有機會 違反香港法律 違反國安法 全部都要他停 沒有了 沒有任何的學生 的組織去撐你 撐你中文大學 校友評議會也是 是不是 有些前學生會的人 想加入 做裏面的委員 又說他不合資格 又說他有有案在身 總之不給他 那你會搞到 外戶中大的人 無論是校友 或者是學生的組織 全部什麼都沒有 跟香港一樣 學生的組織就是 好像一個社會裏面的 一些公民組織 他不是政府的組織 他不是校方 官方的組織 是學生的組織 他自主性很大 他可以 走出來代表學生 去發表聲明 去支持你 或者支持中文大學的院校自主 沒有了 沒有了 其實全部都是段崇智任來一手造成的 段崇智辭職 我不意外 亦不可惜 我可惜的 就是中文大學 以至整個香港 中文大學我當然很有感情 我在這裡 讀了四年的時間 也都是參加 很多的 很活躍的一些 學生運動的工作 我是很可惜 中文大學 搞到今天 這樣的田地 不過 覆巢之下 豈有元論 香港都搞成這樣 是不是 哪裏還有院校可以 歲月正好 獨善其身 模糊的 每個人都不行 你以為這樣 可以置身事外 段崇智 我當然見過他 我們之間的一些 講話的內容 我不在這裡透露 偉傳忠厚 不過 老老實實 他不像一個校長 他也 我自己看 他沒有做 沒有做一個校長 沒有做在一個 在一個大時代 在一個亂世裏 在裡面 一個知識分子 應該有的 風骨 應該有的 進退 進退有道 的 一些能力 以及一些 本事 沒有 他只不過是被這個大時代 帶著走一個很平凡 很平庸的人 在這個大時代裡面 做一個校長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覺得 我也比較佩服沈祖堯 沈祖堯 2014年大家知道 在這個佔中運動的時候 佔領中運動的時候 他跟當時的港大校長 馬斐心 都下去 去罵他們的學生 也都警告他們 或者是 善意提醒他們 因為收到消息 說會鎮壓 這樣叫他們回去 然後 做完校長 2014年之後 這件事發如生完之後 任期滿了 沈祖堯也都離開香港 去了新加坡 他能夠全身而退 起碼 當然 他做的事 不是沒有爭議的 他能夠全身而退 知所進退 知道自己 在這個位置裡面 做到怎麼樣 然後才是 一個 稱職的 中文大學校長 很明顯斷從之 就完全不是 但是 the truth is yet to come 最壞的情況 還未到來 中文大學 或者其他的 香港的 這個大學 或者大專院校 會跟著來 會變成 怎樣 我想 大家都心中有數 只不過會 成為了 政權 培育 一些 聽話的 年輕人的一個工具 你稍微有少少出位 稍微有少少 不聽政權的指揮棒去轉的話 你的下場也可能會很慘 所以 很多人都 為什麼會走呢 無論是幼稚園、小學、中學 甚至是大學 為什麼會離開呢 就是看到這個 局勢 很不對勞 在香港讀大學 會變成怎樣呢 會變成怎樣的一個人 無論你是讀文科、理科 你說我讀理科的 我都不問世事的 不理政治的東西 你猜讀理科 就完全沒有政治嗎 現在 香港的所有的大學 只不過是為 中國大陸服務的大學 不單止 你要學的科目 要是政治正確 你修的生都要 大哥 修生 修內地生 他叫做海外生 那個百分比是全面提高的 是為大陸服務的 而且我在這裡也說過 在 中大也好其他大學 的教員 中國大陸來的教員的比例 某些的大學已經是超過了一半 你想想 你還在香港讀大學 你會最後培養出一個什麼人出來 大學生已經是成年了 例如你的DFC考完之後 你自己要考慮了 自己要考慮了 可能要跟父母商量一下 如果有能力的話 是不是 還在香港讀大學呢 讀完之後你會變成一個 怎樣的 香港人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 支持我心情有化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別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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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